好 大家好 来谈到这个护震事务所 接下来是带你来看到这个状况 柬埔寨籍的女子阿珍 五年前被非法仲介骗来台湾 后来在南投呢 遇上了她的真命天子 两个人呢 生下了小朋友 但是呢 非法来台的阿珍 就要被遣返回柬埔寨了 后来呢 就是考虑呢 这个一家人的幸福可能就此破碎 所以政府网开一面 特地呢 让她取得了台湾的居留权 阿珍正在台上 紧张和喜悦的神情完全藏不住 因为她终于取得台湾合法的居留权 不只阿珍喜滋滋 旁边的老公阿明也是笑开怀疑 阿明送上热碗 两个人浓情蜜意 甜蜜羡煞旁人 两人的小女儿还在牙牙学语 一身粉红打扮 超可爱 小女娃在阿公阿嬷的怀里 活泼乱跳 似乎也想来凑点热闹 因为她有犯罪在先 我们要依法跟她执行强制出境 这个家庭呢 可能就会导致破削 阿珍在五年前被骗来非法打工 去年被查获时已经生下小女儿 好在政府通融赶在建国百年前 让阿珍获得居留权 因为可能是假结婚 或是没有合法来台 而在台湾生下小孩的女子 过去都被政府列为是黑护妈妈 好在阿珍与阿明真心相爱的故事 感动了许多人 才让这一家五口有机会 重温天伦乐 中天新闻周大祥 南投采访报导